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我是音儒 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呢 餐饮业的声音啊 真的是大幅下滑 那其实经营事业呢 总是要面对各种危机的 各种风浪的 那该如何挺过这个暴风 屹立不摇呢 今天的原彩飞扬 音儒就邀请到了 高雄服务院喜宴会馆的总经理 蓝宇诚先生来谈一谈 他的生存之道 因为他自己愿意改变 当他的生命改变之后 带来关系上的改变 经营的参与事业 也蒙受祝福业绩 蒸蒸日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 蓝宇诚先生的生命故事 哈喽 宇诚哥好 音儒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真的很开心 宇诚哥来到 因为真的特别忙 从高雄啊到台北这样子 真的不容易 感谢主 一路上有上帝的带领 搭高铁上来吗 对 没有错 等下还要再赶回去 对 所以每一天都要去到这个 喜宴会館 处理很多大小事 对 但是我们早上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 是先有祭坛 我们早上 祭坛是什么 祭坛就是早上 我们会先带员工 敬拜神 然后读经 祷告 还有我们会分享神的话 我们透过神的话 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生命 也经历上帝的恩典 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交托仰望上帝 那我们在一天的开始 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工作本身而已 我们先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恩典 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的工作 都需要上帝来帮助 圣经里面我知道有一句话说 得救在乎归为暗息 得利在平静安稳 其实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常常鼓励我的同仁 在早上的时候读神的话 可以帮助他们一天 在神的话中得到帮助 不管在工作里面所遇到的困难 或在生命中所经历的问题 他们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其实 每天我们只要上班第一件事 我们就是把它分别出来 仰望上帝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从读神的话 然后敬拜读经开始 我觉得这个开始的带领方式 真的蛮特别的 虽然说现在也很多的公司 比方说尤其是保险业 他们也是会那种晨会的时候 大家一起做早操 然后呼喊 唱很快乐的歌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郁城哥 会有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方式 其实跟你的整个生命的改变 这个过程都非常的有关系 那我想先来谈一谈 其实我透过郁城哥 你的一些资料 我知道说 其实你是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 就是你的很多的家人 他们都是从政 那你自己有想过要从政吗 其实我的背景 我们其实是在左营 那当地是一个望主 那我哥哥跟我爸爸 他们都是政治人物 都在当地当过民意代表 那其实我一开始被规划 也是要从政 因为我大学是念政治系研究所 念政治研究所 然后甚至念到博士班 我的预备也是要做从政 这个预备 但是人生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其实因为大概20年前 我爸爸经历一个意外 他过世了 其实是很大的事件 因为我爸爸是被枪杀 因为他是介入那个农会的派系 所以他在农会里面 得罪了一些人 就被暗杀 那其实这个事情 对我人生也很大的冲击 因为突如其来的改变 那家庭其实本来 原先我的背景 其实是政治家族 其实我从小 我爸爸就从政 他就当市议员 到农会里面 身居也是要职 那所以从小都被照顾好好的 那其实没有感受到说 有什么问题 这算是蛮一帆风盛的 对啦 就是基本上 家族的避孕 都是有人保护着 我们都依靠着人 碰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其实这困难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知道 如何处理 是 而且你那时候年纪多大 应该24岁吧 对呀 24岁 就这个年代来看的话 其实 对啊 真的年纪是还蛮幼嫩的 对 反差很大 当然我爸爸这个事情 过了之后 那我也是 人生里面就 思索很多问题 但是那时候 我也还没有信主 那因为还是走在自己的道路里面 那因为我哥哥还是当民意代表 当议员 他还是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是让我觉得说 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其实放在心里面 自己也在思索 那因为其实 哥哥爸爸都留下了一些资源资产 那你不会觉得说 你需要去寻求一位 看不见的神 左营 有一个特色 左营就是 特产就是庙多 那我爸爸他 其实在地方上 算是 很有名气的 那所以很多的庙 是需要我爸爸去帮忙 那从小我们就是 在那个信仰的基础之下 然后我妈妈 她其实是长老教会背景 然后她嫁给我爸爸之后 我爸爸当然没有 反对我们去教会 但是我们去 当时候去教会 也不明白教会在做什么 可是你当下 不会觉得冲突很大吗 一下去拜拜 然后礼拜天又跟妈妈去教会 那我到底要哪一个神啊 所以那时候 我们只有宗教的观念 没有信仰 所以说我们好像感觉 什么宗教都可以 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找不到神 你好像觉得 这个神又没帮你 那个神又没帮你 我们常常把神当做宗教看 根本不明白 上帝其实是独一的 需要你去寻求祂的 那所以之后就是 透过算命了是不是 算命是后来 其实坦白讲 那个政治人物一定会看风水 竞选总部要成立 那一定要看日子 一定要找算命师看日子 哪一天成立比较好 票会比较多 政治现金会比较多 你设总部要设在哪里 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 一个风水老师 教我们如何去算这些东西 早期我们在开店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没信主的时候 他也是来我们店里面说 你哪里要摆什么 那你要摆一个东西 那你要摆一个东西 当时候其实都是在听这些 算命老师所讲的 做餐厅其实都是人际关系 都是靠应酬 那什么样的酒肉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都有 各行各色的朋友都有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的应酬很多 那你繁忙在这些应酬里面 那时候就被带坏 带坏是怎么样 就是在婚姻里面 其实差点就是跌倒 那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才回到家庭 我太太带我祷告 然后帮助我 让我认识神 那才让我回到这个家庭 那其实一开始 其实我是走自己的道路 是 所以那个时候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 比如说你跟太太 或是跟小孩的关系怎么样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供应他们物质上 金钱上的需求而已 在家庭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依据 我那时候其实跟我太太关系不好 我们常常争吵 我常常会把一些在外面的工作压力 带回来给我太太 那时候小孩还小 他们也不懂 我觉得那时候的关系其实是很冰冷 不要说小孩如果来找你的话 我以前常常打小孩 小孩子看到我很惧怕 赶快躲起来 对但是后来 其实我姓祖之后 我的改变非常大 所以后来我儿子 他们小学的时候就姓祖 他们是我姓祖之后隔两年姓祖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他姓祖的时候要约谈 那约谈的老师问他说 你姓祖为什么 你因为你爸爸妈妈要求你姓祖受洗吗 他说没有 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改变很大 因为他说我姓祖之后 从来没有打过他们 哇那真的是改变很大 对啊所以说其实小孩子他们自己知道 这个父亲已经跟以前的父亲不一样 角色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恢复 那你其实以前为什么会 我们常圣经讲 后来才说我们当父亲的用诗意管教小孩 但是爱我们的父是用恩典来管教我们 就是神所爱神必管教 就是说这个爱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 不过在您还没有改变的时候 你刚讲到这个孩子看到你就会躲起来嘛 就会怕然后跟太太呢很容易就是为小事情吵架 那所以呢你这样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都过夜生活吗 嗯对啊就是很晚才回来 几点啊 大概是凌晨大概凌晨一两点 哇所以那个关系真的是会很疏离 对 基本上当时候面对这个事业的话呢 就是透过算命啊风水啊 我在新闻报导上面看到说会在餐厅放一些摆设跟塞符咒 那是怎样的 嗯我们是没有我们是挂风铃 然后有时候放聚宝盆 然后摆一些位置 然后你办公室要怎么调整 是 那员工要怎么 反正就是调一些位置 但是后来我觉得说上帝的祝福 神所侍的恩 侍的福啊不添加忧虑 其实我反而觉得我越算越忧虑 哦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觉得好像什么东西做的不够 担心疏漏 对好像很担心说那个没有放到 那个怎么样 所以你永远都在忧虑中 那后来其实我信主之后 我不但没有应酬 而且外面的朋友全部都断掉 而且我还没有参加社团 那其实上帝给我的祝福 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强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特别 我们等一下在一段歌曲过后呢 就要来听玉成哥 究竟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 而且我感觉得到哦 就是说如果玉成哥 你没有信主的话 应该是个蛮硬的人哦 没有错 这么硬的一个硬土 怎么松软的呢 神的爱是怎么样 来松软玉成哥的生命 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来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祝秘的心 是祝秘的心 它用听到希望 安慰我心灌 安慰我心灌 亚索的名 是祝秀的名 是祝秀的名 它用四季保护带我 我心灌 主要送你是我的情境 等我看望头正的路途 主要送你是我的使命 你有信的我所欢的嘴观 主要送你是我的所欲 等我世间全部会听 主要送你是我的使命 求你吃醉我一生的饮船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云彩飞扬 我是音如 那今天音如为您邀请到的 就是高雄复院喜宴会馆的 总经理蓝玉成先生 玉成哥 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因为你的整个故事 你的生命的一个转变 大大的影响到了 你的家庭关系 跟影响到了你的事业 但是你的生命会改变 你觉得那个改变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生命改变最大的关键 其实是祷告 那就是 就是我太太为我祷告 因为我太太其实她在台北 她的背景 她以前是念光人 光人小学 光人以前是天主教学校 那因为她家庭的因素 她没有信主 但是她知道 她从小就知道要祷告 她从小也是一帆风顺 就嫁给我之后 其实我给她的环境 其实也是都非常好 就是物质上环境都不缺乏 我刚才想说 是不是栽到你这坑还是 对没有错 她就是第一次遇到困难 就是在婚姻这个事情 那她是跟我分享 其实很多朋友介绍她 用很多方法 算命嘛 找林美嘛 然后就说 你先生是前辈子 前世的业障造成了 外面这些女孩子 都是因为要讨债 所以她说 你今年不但这个不会解决 明年还会再怎么样怎么样 越讲越恐惧 她就花很多钱 要消债 就把钱拿去给林美 她说那我就替你先生 在天上销业障 所以她那时候被 说的林美 那时候也被骗了很多钱 但是她做的这些 那风水也放了 哪里放剪刀 要剪桃花 然后哪里做什么样 她该做的都做 结果也是没有用 她先生还是没有回来 那你那段时间有感受到 太太好像想要 做这些事情吗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 这个剪刀摆那边 家里的摆设换了 当然啦 但是这对我来讲 我没有影响 反正那是你的事 对 那是你要做的 所以我其实 我还是照做我的事 她看见这些都没有改变 那后来其实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情况是 我妈妈的一个教会 里面的一个姐妹 就说那你要不要读圣经 其实我太太以前 她其实 她有点抵挡这个信仰 怎么说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可能是家庭关系的问题 家里面因为 其实是传统信仰 所以她对这个信仰 也不明白 所以她其实 以前早期 我妈妈要带她看圣经 她有点抵挡 但是因为 现在反认方法都试过了 都没有用 剩下圣经 上帝还没有试过而已 而且又不用花钱 对啊 所以她就开始读经嘛 那读经之后 她就开始祷告 那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以前我每次在外面 在那边流离 环榜的时候 我回到家里面 她第一件事 她不是跟我吵架 她是带我祷告 真的啊 她完全没有吵架 她说你辛苦了 那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完 我们才入睡 那你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说那你就祷吧 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觉得说 又换另外一个方法 我只是心里面有点 觉得说应该是没用吧 但我不知道说 其实祷告才真正有用 其实祷告之后 我的生命开始遇到问题 一开始是我的身体 有出现一些状况 身体怎么了 我身体平常 其实保养的算还不错 就是蛮健重 我有在运动各方面 那突然之间 我的肋骨那边 就一直很痠痛 那我就去检查 那其实突如其来的 就是非常的痛 我跟我太太说 这个到底我是撞到什么 还是什么 我说突如其来 没有什么原因 她就居然跟我讲说 那我们来祷告 可能是出自于上帝的手 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事情那么巧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常常开车 那我开的车子也不错 有时候常常会压到钉子 一个月我的轮胎 去保养厂换了五个轮胎 怎么五个 轮胎不是才四个吗 就其中有一个轮胎 是换两次 那突然之间 我就想说 怎么可能那么巧 而且在一个月之内 每次我只要出去外面 风流的时候 她就出了状况 而且她的轮胎 那保养厂的员工 还跟我讲说 你这个轮胎是开去哪里 为什么那轮胎好像是 那钉子不是从下面插的 是从旁边 有人好像把你插 插下去让你消气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回去我跟我太太分享 她居然跟我讲说 上帝在管教你 其实我心里面 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了 真的吗 你现在不会不高兴 会生气什么的 其实好 我们其实坦白讲 我们这样的人 就像刚刚映如讲 其实我们从小过了环境很好 轮胎坏掉就换而已 一颗轮胎一两万也没什么 就把它换掉而已 但是你心里面 你会有一个 已经开始有一点觉得说 有神了 你说会有点怕怕敬畏的感觉 对 我觉得说 怎么可能那么臭巧 对啊 怎么事情就是那么巧 后来 其实有一次啊 回家的时候 看到我太太跟我小孩子 在客厅里面那一幕 深深触动我 他们就在那边睡 沙发睡觉 其实我们都有房间 我们是住 住透天别墅 那他们就是 因为我不在嘛 我在外面 我忘记那时候是什么 但是我那一幕回去 我看了之后 我会发觉说 为什么我要把自己 人生过成这样 为什么你看到他们睡觉 会深深的触动你的思考啊 以前都不会去 专注到这些东西啊 现在我看到他们 让我觉得说 哇我心里面 觉得对他们 很深的愧疚 那其实 你这是说 这个愧疚是好像 都没有好好 跟他们相处 是不是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说 能犯了罪会有羞愧 那你为什么 做错的事啊 为什么你不愿意悔改 是因为你没有 没有那个羞愧 如果上 今天上帝的光 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那你有羞耻 有羞愧 那你就知道说 哇原来 那个光进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你明白你这些事啊 做的是错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做错了 我跟我太太说 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祷告 我跟神 跟上帝认罪悔改 所以那个是你第一次 真心的 真心的 然后我请 请我带我一起祷告 那很特别的是 祷告完之后啊 过没多久啊 我就跟外面那个 我就说我要断绝这些关系 你说外面这些朋友们 还有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 我那时候手机突然之间坏掉 那时候是被盗用 那盗用之后 结果我就把全部都删除掉 很特别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然后就自然那些朋友 突然之间好像就找不到我 那我也找不到他们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身体的问题 那居然有一天我早上起来 我跟我太太说 我怎么这边突然不会痛 她说我在为你祷告 我太太跟我讲说 她为我祷告 我的身体这个疾病 那所以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说 哇神很奇妙的作为 真的很神奇 对 那所以其实你说 这个你还不信吗 如果发生到这样子 你还不信 你心里面你会感受到 真的有神 神在帮助我们 太太第一次带你去教会的时候 你的感觉如何 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在我们教会 我听到那诗歌 第一首诗歌是 世界非我家 这首诗歌我听了 我一直哭 为什么这么感动 因为我觉得说 我现在怎么会把人生 除了钱之外 其他都缺了 你就穷的只剩下钱 为什么 因为我跟我小孩子 那时候我亲子的关系也不好 那我夫妻关系 也还在 才在修复中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 好像很多事情 是金钱买不到的 那世界非我家 就是在讲说 这个世上的事物 都会过去 真正有流的是上帝 所以那个诗歌一下来之后 其实我很感动 我就一直哭 那我去了教会 没多久 我就跟我们那个小组长 说我要收洗 我们去了一两次 然后我们就收洗 然后开始就服侍神 生命就开始经历改变 一点一滴在改变 上帝也一步一步在带领 当你的生命 这样慢慢在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你跟太太的关系 比如说你们在相处上面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相处上面 其实我跟我太太 我是她的初恋 就是说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 所以我们是交往十一年 我们才结婚的 那我跟她的感情 其实是非常的 其实是交往非常好 才结婚 所以我们照理讲 我们应该遇到 这个婚姻的问题 应该是可以比一般人 更容易处理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相处很久 但是其实人在婚姻里面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如果你两个夫妻没有神的话 就会越来越远 就算你在怎么紧密的关系 没有神 你会越走越远 那如果有神 两个人关系越来越近 那我们现在的关系 我就跟 常常跟人分享说 我们现在比我们初恋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恋爱的时候 还要甜蜜 因为那个改变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 现在是很爱神 那我们一直 我们有夫妻祷告的时间 那我们的关系 那个爱 是比以前更加的紧密 你很难相信说 我们婚姻以前 曾经想要离婚 你很难想象说 我们夫妻不但没有破裂 而且还修复 甚至比以前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一个人 就像三角形一样 夫妻 如果他们更趋近神 神在中央 他们两个关系 是非常的紧密 所以以前我们 我常常刚我太太说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外面的人看起来说 你们夫妻很恩爱 进进出出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 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所以我经历试探的时候 我很容易就被影响 所以一个夫妻 家庭婚姻里面 最重要还是需要有神 有神的话 两个夫妻他们的关系 会更加的紧密 如果在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 以前你面对太太 或是面对孩子 你是会说对不起的人吗 不会 你说死硬派到底这样子 你当父亲了 怎么可能会跟儿子道歉 那其实我信主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们道歉 我说以前爸爸打骂管教你们 爸爸错 是我情绪的问题 是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 压力 找一个出口 就是小孩子 就很容易骂他们 就像我现在我信主之后 我儿子一个高中 两个都高中了 我常常还是抱他们 我亲他们 那其实他们有时候觉得 哇好烦 但是他知道说 这个爸爸是爱他 那现在他们有犯错 其实我们会提醒他 那我们其实那个爱 是很艰深的 是不一样的 他也知道说 这个爸爸不一样 所以他其实很尊重我 那以前其实我骂他 他可能心里面 他其实不舒服 打他他可能也不舒服 他不觉得他有错 那现在其实他很接受 就是心里面会很接受说 这个爸爸其实是为了他好 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而且像刚才玉成哥有讲到 如果当这个夫妻 或说这个家庭当中 有上帝在的话 有这个神在的话 大家的关系就会越来越靠近 没有错 然后你们因为全家都是基督徒 对 你们一起读上帝的话 对 按照这个上帝的话 来过生活的时候 来经营家庭的时候 真的就可以减少很多的 这个分歧的部分 确实没有错 其实我们每天晚上十点 我们都有约定一个时间 不管我们到哪里 我们都会一起祷告 这是我们家庭的祷告事件 不外乎就是把今天一切的事 就献上感谢 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 祷告凡事先 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今天上帝给我们什么样恩典 我们就做分享 然后接下来就是 有什么带导事项 那我们也分享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亲子的关系非常好 其实现在很多青少年 跟父母亲不讲话 我儿子跟我们是非常亲的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两个儿子又是男生 会不会跟你们聊心事 会哩 他其实常常跟妈妈聊的可能更多 那其实他们其实都 现在也是在经历这些青少年 那我们都在帮助他 帮助我们两个儿子 我们知道说 这以后他们有可能到外地去念书 可能也会出国 那基本上 我们希望说他带着这个信仰 上帝在哪里无处不在 那我们知道说 做任何事要从心里做 做给主看 不是做给人看 我们常提醒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让这个信仰 进到他们生命当中 那以后有一天 他们到世界的各地去 他们有神的同在 他们做的事 是合神心意的 所以他们其实 跟我们的分享很坦诚 我们也很坦诚跟他们讲说 那我们当父母亲的 就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们 我们要按主的教训 不是按我们自己的 私意的管教 主的教训就是从真理中 我们就从读神的话开始 所以有时候 我们常常有时候 祷告读经文 我们分享一个经文 妈妈也是 有时候会分享一些经文 给他们 那从神的话里面 去帮助喂养他们 让他们在生命的困难里面 碰到灵际关系的问题 有时候会碰到感情的问题 这个其实上帝都有答案 如果人在基督里 他就信造了 就是已过一切变成心了 感谢主耶 这个关系的改变好棒哦 不用像以前一直找算命 当然要改方位 聚宝盆 要摆很多课 没有这么麻烦 原来来找上帝 一切都可以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改变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 请玉成哥来谈一谈 这个生命改变之后 怎么样影响到你对于 经营餐厅事业的一些理念跟方式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分享这一段 放下一切 中单 来到注定 脚前 淡淡寻求 敬拜你 爱慕你 你的爱还断甘甜 你的心事 不改变 你的宝贝 围绕我 扶持我 我心可慕你怀抱 我宁可慕你同在 淡淡寻求 敬拜你 爱慕你 我心可慕你怀抱 我宁可慕你 我宁可慕你同在 在你怀中 我的长安息 我心送揚你作为何的奇妙 我要换 我要换成 我宁可慕你一次爱 我宁可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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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一切 中单 拌到注定 我宁可慕你 我宁可慕你 我领和母的同在 淡淡寻求清白的爱慕你 我心和母的怀抱 我领和母的同在 在你怀中我的照安心 我心颂让你作为何等奇妙 我要唤唱一次爱 何等唱我高声 我心颂让你作为何等奇妙 我要唤唱一次爱 直到永远 我心颂让你作为何等奇妙 我要唤唱一次爱 何等唱我高声 我心颂让你作为何等奇妙 我要唤唱一次爱 直到永远 我要唤唱一次爱 直到永远 我哭 您先所收听的节目是 櫻汝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 今天邀请到的就是 高雄复院喜宴会馆的总经理 蓝玉成先生 玉成哥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故事 本来我的预备是想说 我们现在就要来谈 这个经营事业的理念跟方式 有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刚才在听歌的休息的期间 跟玉成哥聊到了 你在信主之后 生命改变之后 你觉得你的身体健康 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可不可以谈一下 其实我觉得上帝很信实 其实我信主之后 其实过去 因为我们在传统信仰里面 受到一些捆绑 那我觉得我小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情况 就是我鼻子常常流鼻血 那鼻子也常常不舒服 那我信主之后 信主的第二年第三年之后 这个状况我就跟神祷告说 主啊你来医治我 你来帮助我 让我不再经历这些 鼻子所感染的问题 包括流鼻血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上帝医治我 因为我看医生 医生都说你这是过敏 你是鼻子发炎 各方面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那治都治不好 那我觉得我就跟神祷告 那上帝是医治的神 就让我得到医治 那这几年 我几乎基本上 就不太有这种现象发生 那我觉得说 上帝真的很心事 寻求的必得寻见 扣门了他就开门 那其实有时候 我们常常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真的神是很信实 所以流鼻血的这种发炎的体质 孩子有没有遗传到 小孩子小时候有 那信主之后 其实我们全家一起祷告 那我获得医治 他们也获得医治 感谢主 所以其实 等我们全家人这个疾病 好像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我就跟我太太分享 我太太说对 你没有讲我也 对啊 我获得医治 他们也获得医治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恩典实在是 白白得来都不用花钱 感谢主 真的真的 觉得神好多钱 感谢主 好 接下来呢 来谈一谈这个 玉成哥 当你生命改变之后 你觉得 对于经营这个餐厅事业 你觉得那个理念跟方式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 那圣经有讲 马太夫有讲一个 先求祂的果跟祂的义 这一切毕加天给我们 我们常常说 什么是神的果跟神的义 对 那过去其实我经营事业 其实用人的方法 那寻找 你说的人的方法 人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去找 找一些社团 参与一些活动 然后常常 你在管理员工 没有爱 那你只有讲纪律 只有讲要求 讲服从 那基本上 你不知道员工的需要是什么 很多员工看到我很怕 因为其实我算是很年轻 就当老板 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 就是老板 就是这个工作 又24岁 我就 我就 就开始当 因为我爸爸就是 我们就成立这个公司 餐厅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在基 那其实我也没有带过其他的工作 员工一开始看到我 其实是很惧怕的 因为我常常处罚人 是怎样处罚 就罚 就做错事 我就罚钱嘛 那就是有很多的规定 就很严格 对 那其实 那基本上 跟员工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不好 那老板在 他就 很乖嘛 那不在 开始就作乱 那所以其实 这个其实严格讲 你也不可能 20小时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说 在那时候的经营方式 其实 我说的很多方法 还是很多的漏洞 那信主之后 当然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 上帝设立宝座在我们公司 很多事反而 我不想知道的 他让我知道 就是说 员工做什么事 隐藏的是会显露 真的 对啊 所以很多员工 其实做事情 做餐厅 最怕的就是什么 不好的习惯 他喜欢拿东西 那很特别 就是 我觉得我信主之后 我有多一点的爱跟怜悯 那我觉得我帮助那些 他在 喜欢有这样不好习惯的同仁 希望他们生命能经历改变 不要去拿这些东西 不属于他的东西 因为圣星讲 你偷窃 贪心这些东西 是不合成心意的 他们不知道 这些真理 他们觉得说 反正没人看 我拿回家 但是我就跟他们讲 那个是真理 绝对不改变 那很特别就是 这段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有些员工 拿东西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是被发现 有同仁就来跟我讲 说谁拿东西 那个人拿东西 他们就收敛 但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好像每次要犯这些事的时候 都会有人来跟我讲 那也不是我献民那么多 是因为上帝 透过他们来跟我讲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上帝掌权很重要 所以后来这些员工 有留下来的员工 他就经历上帝的恩典 他改变 他不再 你会发觉这些事 越来越少 少到已经几乎没有 那其实因为我的爱 我也改变我对员工的态度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有多余的利润 基本上我们是以员工为主 我会分给大家 那大家其实有时候会感受到说 哇老板不需要给那么多 那其实我常有一个观念 施比受有 这也是圣经的观点 所以我生命改变之后 他们也看见 这个关系一改变之后 我们像家人一样 在工作里面 其实我的员工 他不会跟我计较 他不会像现在碰到这种 其实这种一利一休 时间超过 其实我要算加班配给他们 因为我们餐饮业 其实早上我们都是做喜宴 早上他们都有时候五六点 六七点就来 没有一个员工 跟我要求说要加班费 其实那个是关系的建立 那我也不会跟他们计较 我说有些 有时候稍微不要不忙 你们可以提早加班 我们其实是一个家人的关系 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 在我经营企业上面 非常有帮助 要不然现在其实很多劳资的纠纷 算得很精 但是在我们公司 我信主之后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彼此之间浓腔 虽然员工之间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我们尽量 我最近就跟员工讲 我就用一个真理说 你不要寒怒到日落 免得让仇敌有机可乘 用圣经的话祝福他 因为有时候常常有一些生气的事 我说你可以生气 但是生气不要犯罪 为什么生气不要犯罪 因为你生气改变不了事实 因为有时候难免 员工同仁之间会计较比较 你做的多我做的少 为什么你做的少我做的多 常常会陷入这些比较 那这个比较里面 常常就会有冲突 那我其实我觉得 让神的话去帮助他们 冲突也会修复 而且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彼此饶恕 神说我们饶恕人的过放 如同你饶恕 你免了我的债 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一样 我们要饶恕人 必蒙饶恕 我们跟上帝怎么算账 你跟这个人算账 你算不完 所以其实你把这个真理 带到他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以前我们常常参议院员工 其实很多部门 很多常常彼此不合 那在我们公司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合一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关系的恢复 当这个关系的恢复之后 你遇到困难 大家共提时间 就像去年疫情 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 二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被退了非常多的喜严 我坚持 我不财源 不减薪 那很多餐饮业 其实面对这些窘境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 用财源减薪 去做处理 但是我说 那是我的家人 如果真的要财 先减我的薪水 我自己的薪水 我可以不要拿 但是员工 我一定要照顾到底 所以我们撑得很辛苦 但是我跟沈祷告说 这个公司是你的 我相信你会负责到底 所以我们到三月份 其实被退的非常多 我们几乎到四月份 其实因为四月份高雄 又有一个舰队的事件 那这几乎整天都没有人 我们有同仁就来跟我讲 说总经理要不要 我们修半天 晚上再营业就好 我说不行 早上我们要开祭坛 那是献给神的 这是一起祷告 唱识跟敬拜很重要 就算没有人 没关系 因为一天可能只有一桌两桌 因为几乎没有 就是外带吧 我说没关系 上帝掌权 全球成了国跟神的义 这一切必加天给我们 所以我们都没有停 我们也没有停业 我们没有休息 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正常 我就说我前提就是 我不财源不减薪 那有些同仁说 知道公司很辛苦 他说要不然我们停一半 我说不用 我还可以应付 那其实很特别 上帝已经在工作了 所以到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上帝有一个补助下来 开始就有说 如果餐饮业 或者其他服务业 他只要是符合这些条件 你业有减少 比去年同期减少 四成五成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申请薪资补贴 那感谢主 上帝的恩典总是不落后 我们拿到这一笔 那后来五月六月 疫情就开始慢慢和缓 有好一点点 那我们该银行 还主动来找我们 跟我们要我们去配合 他说政府有给一个额度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但是他因为政府专任下来的 他也给我一个很大笔的额度 我用不完 所以其实有时候 其实信心是这样建立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常常 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未见之事的缺距 未见之前 我们就要先信心的依靠神 那很多事情 我们就要先做 好合神心意的决定 所以你的决定很重要 我曾经问自己 这生命有何意义 天天呼吸 每天生活有何目的 直到我遇到你 当你打开我的心 才知道我需要 你的爱 天天充满我心 有喜乐 有盼望 有你在我的生命 便不一样 因你是我依靠 我盾牌 主耶稣 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你是我的救恩 我的力量 我要陪你更新 陪你充满 我要不停赞美 不断松扬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我曾经问自己 这生命有何意义 天天呼吸 每天生活有何目的 直到我遇到你 直到我遇到你 当你打开我的心 才知道我需要 你的爱 天天天充满我心 有喜乐 有盼望 有你在我的生命 便不一样 因你是我依靠 我盾牌 主耶稣 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你是我的救恩 我的力量 我要被你更新 被你充满 我要不停赞美 不断松扬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有喜乐 有喜乐 有盼望 有你在我的生命 便不一样 因你是我依靠 我盾牌 主耶稣 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你是我的救恩 我的力量 我要被你更新 被你充满 我要不停赞美 不断松扬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Yeah Love you forever I love you Love you I love you forever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殷如为你制作主持的 云彩飞扬 今天邀请到的就是 高雄复院喜宴会馆的 总经理 蓝玉成先生 玉成哥 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故事 我觉得餐饮业 最怕的是不是被投诉之类的 对 没有错 你们有没有被投诉过 其实我们在那里 其实我们投诉有两种 一种是被邻居投诉 是 那就是环境方面 那我们其实 有些其实我觉得 是比较没有 他投诉其实是没有 比较没有道理 那我们也是祷告 有时候有些教会会去 我们边敬拜 是 他也会投诉 我觉得说有时候是属灵征战 那我们就是兼顾好 那服务业 其实客人的投诉 其实少了 现在信主 我觉得他们有改变之后 我觉得运工 对顾客的态度也会改变 你从他生命里面 你看得出来 他那个服务的精神不一样 要不然其实现在客人很多种 很多 奇奇怪怪客的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还厉害 有时候 像我们这次过年 其实我们这次过年也是爆单 因为很多 非常多的单子 就是不管店内或店外的 我们一夜增加非常多 因为今年可能疫情也比较趋缓 然后外带也增加各方面 但是他比我还要有耐心 我常看我们同仁在那边接那个 接那个电话 然后接定型 很耐心的跟客人 客人改东改西的 但是他们比我还有耐心 他们 我说你们有结出圣灵的果实 忍耐 然后我就鼓励他们 说真的 我觉得我在旁边 我真的感谢主 我说上帝带下他那个 洒落他那个福音的种子 在我们公司 你会发觉说 哇真的他们生命在一点一滴 在改变 而且你们的会馆 后来还得到 沟雄市评鉴的第一名 那个其实是因为邻居投诉我们 说我们有环保的问题 那结果那一年 我们就说 那我就说 本来其实我们这种背景 应该可以直接用处理的方式 就是说 处理是怎么样 直接让他闭嘴是不是 对啊 就直接政府就不会来那个 那但是我就跟我哥哥说不用 我就他检举了 我就每一项我都去 我都去做 因为我已经是信主的 我不需要 结果我就每一项就照他检举的方式 我就每一项都做 前前后我还要花了一两百万 那大家会觉得说我头脑有问题 哎呀 怎么会为了这个 那我我觉得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是信实 是就是不是又不是 我们该需要调整我们就调整 结果我们调整完之后 花了这些钱改善了 哎 同年度刚好 我看到环保局 行一个稳缩 要这个 就是餐饮业的那个空污标准 比赛 那我说那这些设备我都 都已经做了 那我就把 请我们小姐把 资料 然后送到环保局去 结果他就派评审委员 大概有十几个评审委员 就来 来我们这边做评鉴 那当中还有饭店 他们这个对象里面 大概有十几间高雄市 大大小小的饭店 结果我们评审委结束之后 看完之后就跟我们 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他看过全部 唯一一间啊 符合全部标准 我说当然符合 因为我们被检举 但是问题是 上帝也因为这样子 要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生命有改变 我们才会去 走这个方式去做 愿意谦卑调整 对 然后结果他就发一个 第一名的奖状给我们 然后又在我们这边 举行一个计程会 然后就跟大家讲说 你们如果以后 要做什么做什么 就来赴院看 因为赴院符合标准 所以这个也是 我觉得 就是上帝所给的 很难想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 当我们人生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 有时候其实有上帝的恩典 就是虽然说 当下那个感觉 其实很难受 当然当然 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其实 上帝也在修剪我们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改变自己 我们愿意倒空自己的生命 我们真正跟随主 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就是说你不愿意 去改变的 你要去改变 以前像我 怎么可能 我一定跟他讲说 叫助理直接去处理就好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用人的方法 我按着神的心意去做 所以我生命 我们在那里 我们才会经历改变 人生才会 这样慢慢 一点一滴 慢慢的改变 我也很想问问玉成哥 因为我觉得做老板 那个压力真的特别大 对不对 你看你要照顾这么多员工 你觉得在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 跟认识上帝之后 你觉得那种的压力 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是这么讲 以前是很多的忧虑 那我们现在是把忧虑系给神 我们现在有忧虑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有忧虑的事 但是我们没有忧虑 那以前是有忧虑的事 那又忧虑 就是说 我们常常 我们在生命的根源里面 我们知道 就像保罗一样 他常常夸自己的软弱 因为主说 他的人力在我们软弱中 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说 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 他的恩典跟我们用 就像我在经历事业一样 去年碰到疫情 我跟主说 主啊那现在怎么办 那我只能信心的倚靠你 那其实主那时候就对我说话 那我看到门徒在海上经历风暴一样 为什么这个信心的考验 每个门徒其实他们的背景是渔夫 渔夫有一个特色 是不怕海 那到船上为什么 什么大风大大没见过 但是一到船上之后下的要死 对啊那他去找耶稣说 主啊我们都要死了 你还不顾吗 所以其实我们的信心 其实必须要被操练 所以这个压力不是没有 我也承认说 其实现在餐饮业 其实面对到环境的因素 各方面常常有压力 那我的出口现在是上帝 那以前没有出口 我们就会找人开始想方法 那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的唯一路径就是上帝 我相信上帝会给我自慰 敬畏约法就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这个智慧就给我们 我们就有智慧去面对 我们在经营上面的问题困难 我们不会走那些世界的道路 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感谢神耶 节目的最后 如果请玉成哥用一节的经文 来祝福我们的听友的话 你会用哪一节经文呢 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如果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一切都要变成新的 那我相信这一节经文 其实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那其实我若有人在基督里 现在就在基督里 你马上立即在基督里 你的生命会经历改变 若有人 这个人包括不管你有没有钱 不管你是富有是贫穷 你是各样颜色的人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上帝 我相信上帝会改变我们生命 就是已过一切变成新的 我还是我 但是我的我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我所做的事 已经不再是我自己要做的 是上帝要我做的事 所以其实 你如果去我们餐厅 看外面 我们外面有一个看板 就是其实有一节经文 以佛所书三章二十节 就是说 神能照的运行 照我心里的大力 冲冲除除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后来其实我也不知道说我为什么 后来我不但在那里建立公司的祭坛 我还去神学院 已经今年要读完神学院的学位 要毕业 华神要毕业 这个后面的道路 你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 你没有想过说 你今天会在教会服事 那会到处分享 那上帝也很恩待我们 那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恩典 甚至我们今年业绩都比去年多了两成三成 这个是我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其实上帝补足我 那个缺乏 所以其实鼓励很多的听众 若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人 就是一过一切变成新的 我觉得今天透过玉成哥的分享 真的是帮助我好多好多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职场失忆的时候 或者说在经营的事业 失忆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说怎么办 怎么办 该怎么样去改变 要找什么样的方法来补足 或者是可以跨越这个难题 但是我觉得透过玉成哥的生命故事 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我们要先想一想 究竟我们的生命景况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需要倒空自己 那怎么样倒空呢 透过天父上帝 神有绝对的智慧来帮助我们 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经历到 生命的改变 进而知你就会像玉成哥一样 不只是自己改变了 你经历到的是许多关系线的改变 家庭的关系改变 然后事业与伙伴的关系改变 然后你发现说 家庭越来越幸福美满了 然后事业也经营的越来越好 所以真的很谢谢玉成哥的来到 谢谢 而且要特别谢谢玉成哥 就是把今天的节目呢 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谢谢玉成哥的授权 所以如果想要索取故事CD 如果你还有需要实体CD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来索取 那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 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 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 旧文圣经韩寿课程 有专门的圣经老师 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上帝的心意 真的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独特美好的计划 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旧文圣经韩寿课程 或者是要索取故事的实体的CD 可以跟音乐联络 电话请播0227541144 来信请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那么旧文之声原彩飞扬这个节目 在旧文之声的官网跟APP都有播出 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手机搜寻podcast 也可以搜寻到原彩飞扬这个节目 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玉成哥的来到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音儒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我的救助 谢谢你救赎我 求我脱离 那灰暗日子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Amen 爱我的救助 我要永远跟随你 若不是你的爱 领到我里面 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迎着你的爱 改变我的心 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 感谢我的救助 谢谢你救赎我 求我脱离 那灰暗日子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Amen 爱我的救助 我要永远跟随你 感谢我的救助 谢谢你救赎我 谢谢你救赎我 救我脱离 那灰暗日子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Amen 爱我的救助 我要永远跟随你 若不是你的爱 灵到我里面 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迎着你的爱 改变我的心 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 若不是你的爱 灵到我里面 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迎着你的爱 改变我的心 Hallelujah 优优狒 启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